对,就是,嗯,就是,这个 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社路德视频之美中局势 今天是2014年6月11日 美国东部事件,现在是,这个,晚上事件啊 这个在,关于在月球啊,建立永久基地这个事情 现在是中俄一啊,可以说和美国这里都在全面啊,竞赛中 今天啊,伊隆马斯克说,这个,SpaceX的星际飞船啊 叫Starship,这个项目将会使永久月球基地成为现实 他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进展正在加速 星际飞船为月球提供了一条笔 阿特密斯计划目前预期的更大的有效载荷 永久载人月球基地是可能的啊 这个,说白了,这,因为毕竟SpaceX它是一个商业公司啊 这个,这个,中共类似国家行为 美国现在是商业公司来实现啊,这个,这个,呃,永久月球基地 这个项目,所以,这个,这就是啊,我这个,这我们一直说的这个 进展啊,已经,已经啊,到了,可以说到了这个,真正的太空,太空的阶段啊 没,呃,SpaceX公司这个星际飞船啊 它,强大是强大在那里 它的载荷很大啊,第二就是可回收 所以啊,这前几天,这个发射 它的这个,波音公司的星际航线啊 成功的发射,可以说是再一次 又进行了一次啊,一个重大的飞跃 并且可以来回穿越啊 那不叫穿越,回收啊 这,全方位的回收 所以啊,现在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就未来永久月球基地 是未来,可以说是啊 未来这个争霸啊 地球争霸的真正的一个制高点 啊,Steve先生,你怎么看,分享一下 啊,就是,结合这个,呃,Starship,对吧 就是,我觉得中共国或者俄罗斯跟美国 它之间的这个差距 还是就是在于这个航天器 它的这个本身 如果,呃,我觉得就是大家有去关注这个中共 什么所谓的什么载人航天 或者说是什么嫦娥,什么探月这种东西 它所用的那个航天器啊 其实从它,呃,多少,01年 还是,还是,还是多少年开始 就是第一位那个什么载人航天的 那个,呃,成功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它这个相对来说 第一个它这个航天器的,呃,革新 或者说它的这个技术的迭代 其实是比较缓慢的 也就是它还是利用那一套,对吧 一个什么长征火箭 在那个什么九泉直接就就升空 然后几级推进的这种方式 去载入到某一个轨道 它一直都是沿用了这么一套逻辑 也就是等于是什么 也就是等于它的这个航天技术啊 它可能在某一些,就是呃 就是在某一些别人探索过的领域 它可能会对于这些领域 它可能就是在这方面有所 稍微有一些建树 但是它对于创新 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和内容的话 它是缺乏这种持续性和创造性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我觉得中共国它在这个对于月球 或者说是未来更广阔的这种太空领域 它很可能是缺乏这种持续 持续发力的这种能力的 所以就是我们 就是如果说从这一点的话 那美国在这种太空竞争当中 它还是占据了非常大的这种优势的 所以就是单从这个航天器来看的话 我觉得美国它就已经从这个概念上 给中共国或者说给俄罗斯 好好的上了一课 上了一课了 就是你看中共国 其实它的这一套东西 它还是沿用了这个前苏联 就是载人航天 还有这个空间站对吧 这一套的这么一个思维 但是一旦这个SpaceX进入到了这一个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是无论它的这个龙飞船 的这个巨大的这个载容量 还是它的这个可回收性的这个火箭 对吧 那这个都是颠覆了我们 之前对于太空探索领域这方面的一些认知 所以现在马斯克他所提出的这个 Starship的这个概念 我相信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了 之前看的这些什么科幻大片当中 星际迷航当中 这些Starship的这个概念的这个产生 很可能马斯克会把它就是在现实当中 真正的还原去实现 然后我们再说在这个月球上建立这个基地 对吧 我我记得之前马斯克他投资过 或者说他牵头过一个公司 就是你在一块空地上 他可以自己的去建造一些什么建筑物啊 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他这个太空基地的这个建设 是不是都有很大的这种帮助 就是我们可以换就是想象一下 比如说一开始 可能人他不会参与到这个真正的这个Starship 对于月球基地的这个建设当中 但是他这个Starship 他一旦建立了这个航线对吧 他就是可以不断的穿梭在这个月球和地球之间 然后利用这种快速建造 或者说是这种自动搭建的这种 就是这种技术 我觉得就很快就可以把这个月球基地 真正的去建立起来 所以一旦就是这些基础都给打牢了之后的话 我觉得就是对于人再去上到这个月球 然后在这个基地上面去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巩固的话 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去预见的东西 所以马斯克他的这个概念 的确是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遐想和憧憬的这种空间 好的 在结合下 结合下最近的这个世界局势 世界局势 关于你分享一下这个俄罗斯这个核潜艇 进入到美国这里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对对对 就是其实这个事情 我是有一点这种想法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俄罗斯这个潜艇 已经上浮了 对吧 就是所以这种上浮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 它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们是很难去洞察的 就是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 很可能他的这种潜艇上浮 的确是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但是就是对于美国的这种决策 是不是会造成很重大的转向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去商讨和去观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第一个我们一直都把这个潜艇事件 对吧 就是对标于当年的这个古巴导弹危机 但是当年这个古巴导弹危机和现在的这个潜艇 在这个大环境下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 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 第一个它这种世界格局啊 它实际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固化的 对吧 就是苏联阵营和美国阵营 可能互有渗透 但是它的这个界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分明的 但是在现在这个局势下面的话 就是第一个就是俄罗斯 它的这个要价 它已经不再是当年苏联的那个要价了 当年苏联它可能只是想巩固自己的这个阵营 或者说是防止自己的这个阵营被美国有所渗透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苏联就现在这个俄罗斯 第一个它要要回它之前失去的东西 第二个它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扩张 所以一旦如果说美国啊 就是因为这个潜艇事件 它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这种转向 趋近于这种保护主义 或者说是全面的这种收缩 就不管这些盟友了 什么印太他也退出了 然后什么乌克兰战场他也退出 中东他也不管了 以色列这些他可能也不再援助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对于他这种盟友的信心 绝对是一个沉重的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我觉得美国真正就是遇到了现在这个俄罗斯的潜艇的这个威胁之后 我不相信他会做出来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趋近于饱和的这么一个就是战略上面的180度的转向 所以如果说他不会做出这种政策转向的话 我大胆的猜想一下 面对这种核威胁的话 我觉得美国他很有可能他会动用一些我们没有之前没有看到过的这种 就是非常规的或者说是秘密性的这种武器 也就是他这种武器他可以消灭 现在对吧 就是随便一个什么流氓国家就拿着这个什么核武器药物扬威来进行威胁 他很可能这个武器 那就是美国的这个秘密技术武器拿出来之后 他可以直接把这个就是以核为威慑作为一个要挟筹码的这么一套流氓体系进行一个根本上面的一个颠覆 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这样想呢 因为第一个就是从这个核武器出来到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是将近八九十年已经是要奔向百年的这么一个 对吧 就是从这个量子理论开始到现在应该是已经是有了百年 这么一个时间跨度了 如果说在这个百年当中你还不能去解决这个核对于大家的就是安全上面的这么一个威慑和恐吓的话 那我觉得人类社会他我们结合我们刚才说的对吧 他想要进行进一步的去迈向星际文明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前进 如果说你还不能去解决这种核威慑的所带来的这种威胁 那我觉得对于人类文明来说他绝对是一个绊脚石 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美国如果说他就要真正的迈向星际的话 他绝对要就是要把就是现在当下的这种啊 对于人类文明所羁绊的这种东西 他要彻底的去消灭 第二个就是和这个威慑的这个概念对吧 是存在于二战的时候也就是等于是习或者说这个什么俄罗斯对吧 一直都抱着这个二战上面战略威慑的这个概念 想要去威胁到现今的这个世界 所以其实正常人就是用正常人的逻辑来想的话 依靠着现在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 或者说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进度和速度 我觉得这个秘密就是秘密武器的这个存在性 其实他的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每一次战争或者说每一次对抗都会颠覆 大家对于战略性武器的这这么一种认知 对吧像二战对二战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想是利用这种什么人海战术 无论是日本对之后就是到最后苟延残喘的时候 他想利用的是什么想利用的是什么赶死队 硫磺岛是吧就不怕牺牲 然后用命来换换取就是就是敌方的这种恐惧的这种方式 想要去赢得嗯这种战争 其实这种战争思维是什么 这种战争思维是一战的这种战争思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凡尔登 绞肉机是吧就死个一百万人 然后来把呃就是双方才才能去罢守 或者说是一方去呃因为呃这种死人的这种恐怖的局面 而去呃去就是或就是定行一定的这种退缩 但是到了二战你看呃日本的这一套想用才想再用 再复制什么凡尔登绞肉机的这一套体系 基本上就已经是不能去获得这种胜利了 反而美国用这种颠覆性的一颗两颗原子弹的方式 直接就呃 教日本上了最后的这么一课 来颠覆了整个世界对于这种战略呃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现在就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现在如果是一个三战的话 那如果你再用二战就是用这种核威慑的方式来进行的话 那我觉得对于这种科技发展来说绝对也会给你上这么一课 也就是和绝对不会再成为什么主导世界格局或者说是呃大国战略的一个呃 决定性的这么一个因素很有可能我觉得如果说真的美国把这种秘密武器或者说是呃科技革命拿出来的新型呃战略武器拿出来之后 那核在他这个面前就是不值一提 所以现在这个俄罗斯啊或者说中共国拿这种核威慑的方式 只不过他们停留在了他们的这么一个维度当中 他们觉得好使是吧 但是呃一旦说真正有了一个高维度的一个制约他的一个武器真正产生的时候 那我觉得就是他们很可能是一种土崩瓦解的态势也就是他们的这种信心 或者说嗯对于他们之前建立起了这种世界观或者说是战略格局都会造成颠覆毁灭性的这种影响 所以就是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逼着美国是吧 要拿出他们在这近百年当中呃研制出来应对核方面的这些秘密武器的时候 可能就快要到了路德 好的这个谢谢斯蒂文先生精彩分享啊 啊路德我还有我还有一点想讲的就是呃 美国他制造出来这个核武器之后对吧 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能说将近百年的这个历史 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在战略方面他都是围绕着这个核来进行一系列的这种研究和部署的 所以嗯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什么呢 让我想到金庸小说里面是吧 甩出来一本九阴真经 然后各方什么各种什么武林高手啊 什么欧阳峰各种什么这种人他都是想要去去争夺这个什么九阴真经 以为练了九阴真经的这个武功是吧 就可以天下无敌了 包括这个什么笑傲江湖里面什么什么葵花宝典 是吧都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小说他最后写到结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个历史的进程 不会因为你因为某一项你看中的这个呃可能决定性意义的这个战略武器 嗯而去改变他的这个历史进程 所以我我想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核我其实我们就可以对比成是什么九阴真经这种武林秘籍是吧 就是那些邪恶的人一直都想方设法要得到 但是真正呢真正他的这种历史走向绝对不会因为你的一本什么秘籍 或者说你所指望的一项什么技术 或者说是战略上面的一个什么国之重器而去发生这种改变 他的这个人类文明啊绝对不会因为你邪恶去胁迫了某一项啊 你觉得可以改变人类历史的呃这么一个武器呃而去按照你的这个意愿而走 所以呃其实从这个道理来说的话那很可能核武器也就是美国所制造出来的一本是吧 九阴真经来让这个呃世界呃就是来制造的出来的一个锦标对吧 就是我们无论看什么NFL是吧 看什么呃NBA他制造出了一个什么总冠军还是什么超级碗 那都是他们这个商业体系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一个锦标来让他们去制造出一个繁荣竞争的这么一个景象 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游戏规则是谁来制定的呢是美国 所以呃我觉得就是如果从这么一个逻辑来看的话呃 其实这个核啊呃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他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假象 也就是让大家都去追逐 但是实际上呢他是背后制定这个游戏规则的那个人 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最后他就是用他自己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一种解决方案来去解决呃 他之前所制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假象路德 好谢谢斯丁先生今天分享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时别人点赞分享再见